吉安湘嘉德花园到了5月份就有万珠花朵缤纷绽放 其中还有难得一件的平地金针花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传统母亲花 壮观的景色更成为高频率的打卡热点 座落在吉安湘道香村的嘉德花田 每年到了4、5、6月份正式宣草盛开的季节 园区内的3万珠花朵也都会跟着缤纷绽放 其中还有难得一件的平地金针花 也是乡亲口中称谕的传统母亲花 不同于一般市面上的黄橙花色 这里的金针花有淡黄色 粉橘色还有双色品种 在蓝天白云青山绿叶的衬托下 更加的美艳动人 这片花田是花田区農卫港厂的专利品种的金针花 它叫仙草 由1号到6号 最先是有80棵 一直到现在有15000棵 我种这个主要就是说 供大家参观 是免费的 吉安乡长游淑珍也感谢援助 愿意将自己辛劳栽种的花园 免费提供给乡亲好朋友入园欣赏 让大家在紧绷的疫情压力下 能有亲近土地 放松心情的好地方 这样的炎炎夏日里面 充满亲情的四五月 温馨的金针花 传统的母亲花盛开 邀约大家摆脱自己的工作烦恼 带着我们的亲人来享受 亲子乐活在吉安的美丽 我们谢谢原主曾先生 他为我们用心之灾 在我们的赏花期 从四月五月六月 是最精彩的 所以欢迎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 可以带着家人来走一走 乡长游淑珍也呼吁大家 在防疫的同时也要选择 健康安全的四度运动休闲 远离人潮走进大自然 多晒晒太阳打口呼吸 增加免疫力 吸手童心 重整生活步调 家德金针花甜 站 记者许丽琴 节安相报导